金庸武俠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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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 請過來 好… 丸子, 我和你私生多年, 情同父女 你一個少女孤身在外, 我很擔心 但是寧村又不是這裡 我只好從拳私行負責, 幫你 是, 做個媒人 如同, 師叔 你本來是個孤兒, 由馬師兄收養 如今師兄如涯, 你自然歸師叔負責 我想替你娶了師妹, 兩人互相扶持 那我就安娜了, 好嗎? 聽憑師叔作主 那丸子呢? 這些東西人家怎麼知道呢? 好了, 怎麼知道就能成功了 十四弟, 你拿什麼來做信物? 我…我身上只得這支金笛值幾個錢 金笛好, 你妹妹呢? 我…我孤身在外, 亦只得幾支暗氣金針 那就對了 那這一段也可以算得是針笛奇緣 針笛奇緣 好呀… 好呀… 李小姐出去了這麼久都還沒回來 不知不知道是不是有筆策呢? 張志叔 你回來就好了 誰知道, 她還帶我們來幫你 張趙中, 快速手就放 豈有此理, 我火手判官一世英明 竟然被你這個丫頭出賣 我看 停手 李妹妹, 你怎麼樣? 我…我的手很痛 張趙中, 你死到臨頭還想作惡? 人人皆有一死 我張趙中要死得英雄 你們一切來吧 屁, 你有多大本事要我們一切上 陳老英雄, 我失陷之事 這個奸賊欺我太甚 請用在下賞先, 好嗎? 他害死我的恩師 我明知道不夠他打也要先打 四哥, 你跟著接應我吧 他的功夫跟我差很遠, 我不搶 慢著, 陳當革 我們在杭州曾經相約比武 這個約會還算不算數? 好呀, 今天我就還了你的心願 既然比武, 我打輸當然任憑處置 假如我打贏呢? 你想我說, 打贏就放你走, 是嗎? 你不用妄想 如果你打贏, 只有其他兄弟補償 人生在世, 有誰不死? 我張某不太介意 當然了, 我曾經三番四次放過你 你的命原本就是撿回來 今天我就替你收回, 出招了 好 拆 這個奸賊劍法如此精寥 仙師在生當日, 也不過如此而已 如果他不是惡官滿爺 我也有連財之意 前輩, 萬萬不能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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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女, 天上有了大城 我們…我們回到杭州 師妹, 是海市神流 不是吧, 我認得是杭州 爹呢?我爹呢? 好, 我帶你去見爹, 你先休息一下 你是誰? 我是你如師兄 我們今天才定了婚 我將來還要好好對你 你騙我的 我知道你為了我張照中 才替我定親 其實你心裡哪不喜歡我 你快帶我去見爹 我快要死了 婉子, 我心裡其實是愛你的 婉子, 你不要有事 婉子, 婉子 你讓他休息一下吧, 不會有事 陳當家, 不見幾天 你武功大有進境 少說廢話, 我今天必定不放過你 十四弟 是, 總舵主 勞煩你為我吹奏一曲 我送張照仲歸世 是 來吧 生死相薄, 還聽歌那麼風雅 接招吧 是, 去…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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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師黎, 你看 這就是他在阿里那裡領下的武功 好像跳舞一樣, 好看 袁大哥, 我今天真是對你 佩服得五體投地 陳邦家他竟然可以跟著音樂 將一套掌法使得出神入化 張照仲空有寶劍無身 看來他快要失手了 徒弟已經不像, 師父更加要不起 我的功夫真是比他差得太遠了 不是我教的, 坦白說 我真是沒有本事教得出 好呀…今天終於除了這個奸賊 慘了… 家樂 是, 師父 我和天山雙英來找你 本來是要興師問罪 看你為何對霍青銅恥亂鍾氣 不過方才所見, 你們有恥有情有義 真是連遺師都搞得糊塗了 師父, 兇奴未滅, 何以為家 家樂早已決定 大事未成之前, 不談兒女私情 好, 果然有志氣 遺師也很滿意 至於你義父今年春天派常侍兄弟交給我的 就是這個包袱 我沒有拆過 麻煩你師父 是一個小小的木盒 裡面只得兩封書信 你看看 是一張辯條 世觀先生筑下 將你剛出世而指交來人抱回 給我一看可也 署名是…雍底 是雍正皇帝寫的辭職 跟我家裡雍正所賜的牌匾一樣 照樣看來 雍正真是找人吊包了你哥哥入宮 難道他就是乾隆? 難怪了, 照日子推斷 應該是我姐姐出生之人 但雍正明明寫著 剛出世而指 這張辯條是很好的物證 讓我先看第二封 寫什麼? 是家母和義父的私事 家樂, 你不必隱瞞 玉萬亭侯先生那時候 本來和令壽堂相縣 後來天不從人緣 將這對鴛鴦拆散 他也是因為這樣被逐出少林 原來師父已知一切 這一封是家母託義父 入宮尋乾隆 向他講明白 他是我們陳家大兒的贈子 這兩封都是證明 乾隆是漢人的重要證據 你拿回去給他看 對了, 師父 我娘當年為何要義父帶我出來 又為何要我當義父是親生父親一樣對待 難道… 我雖然是你義父自教 和我哥哥一起, 盛此大事 你查明白也好 只怕老和尚性格古怪 不肯合作 行了, 我會隨機應變 我知道你要回中原 有很重要的事要辦 但是…我真的捨不得你 我真的捨不得你 克思黎, 別這樣 你這樣…陳公子哪裡去得安樂呢 對了, 你已經送我這麼遠路了 還是回去吧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也不知道 你十年不回來, 我等你十年 你一輩子不回來的話 我會等你一輩子的 你一定要回來 傻瓜 我這裡有一塊骨肉 你拿去代主 見物猶如見人 我一定要見到你 就算死, 我也要見到你才死 你怎麼這麼傷心呢? 等我大功告成之後 我帶你去京城 去看蠻尼長城, 好嗎? 你說過的事, 不准翻揮架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呢? 好了, 宋君千里, 終水一別 你們保重 保重了 再次你見一面 你那麼坐 你讓我見到你吧 一邊爭 好, 廚藏 宋君千里, 終於來到福建了 南方美景和西北大漠風沙 完全不同, 你們看, 這裡的花多漂亮 如果客師奶看到滿山紅花 蝴蝶飛舞, 一定很開心 總舵主, 怎麼會威威寡歡 姨妹妹, 我們從西北回來 花了幾個月時間 你都見了肚子, 別走那麼快 快點陪四嫂談談 不是, 有人吊頸 四嫂, 請打掉那條吊頸布 好 救歸你的命, 你還哭甚麼 各位大爺, 你們由得我死了 你到底是為錢, 還是為官司要自殺 也不是 你們看他, 吊頸, 身上掛著壽荷包 一定是為情 人家都不喜歡你, 你就找個別人 要不要死 各位, 各位有所不知 你不說, 我當然不知道, 怎麼樣 小人叫周亞三, 原本是做木匠的 和開豆腐店包家的女兒 銀鳳青梅竹馬, 就快成親了 誰知道, 有個告老還鄉的大官方大人 他想娶銀鳳為籤 方大人七十多歲, 銀鳳當然不肯 七十多歲, 還想和人納貼, 這老人不吵 紀委, 別這麼大聲 方大人本來在安徽做飯台 如今告老歸田 在地方上依然有很大勢力 我生平最討厭那些 欺壓平民百姓的九官人 總舵主, 我們可不可以… 七嫂, 我們這次尚有正事要辦 還是不要折外生枝 芯妍, 你拿一百兩銀給周三哥 叫他兩家人漏夜逃亡, 秘禍先 都辦完正事, 我幫你殺了這個狗賊 這樣也好, 周三哥, 你告訴我 告訴我那個姓方的樣子是怎樣的 方便我們尋仇 他…他的房子是全德化城最大的那間 那個方大人 因為以前在紹興那裡做過虎台大人 所以大家都叫他做方虎台 在紹興做過虎台, 還是姓方? 他左邊的臉是不是有一大塊黑刃 是呀, 沒錯 還有些毛在那個黑刃上面生出來 任何人一見就一定認識他 尚哥, 會不會就是… 七十多歲, 年齡都差不多 還有黑刃, 又有黑毛, 九成是他 總舵主, 這個姓方的 可能就是我尋仿多年的殺父仇人 既然如此, 這件事我們似乎不得不管 陳舵主, 我有一條妙計 可以幫周三哥脫困 又可以幫到徐七哥報仇 但是又不會阻礙你們的正事 師妹, 別口出大言 你們先聽我說 師兄, 我要你扮成新娘 我和四嫂扮成陪嫁女眷 送新娘過門 當晚洞房, 就殺了那個老不死 官府跟沉起來 周三哥一家早已逃之夭夭 而我們紅花會又沒有露出行藏 你說是不是一舉三德呢 別喝, 好… 好… 果然是妙計 方老爺, 我們姑娘過門了 好極…大錦姐 老爺, 這封泥士是給你的 謝謝老爺, 我們先送花絞進後堂 好… 老爺, 成總兵帶了幾個客人 你向老爺道喜的 歡迎… 方大人, 恭喜… 歡迎… 那個不是陰犯文太太來嗎 臭老爺, 那邊… 人家, 抓一下陰犯 殺了 別犯了, 大家上, 我就走 走… 陰犯, 你們別走 大人找人來抓你 別讓他們走 方友德真是老奸巨懷, 竟然走了 二妹, 御前示威突然出現在福建 可能別有內情 我們首先扮正經事 方老賊身家的性命在這裡 他不走得很遠 七哥心靈大意 好, 我們先去追那些鷹犬示威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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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舵主, 我打聽到城王他們向北面走了 他們走得真是對, 我正要去少林寺 少林寺又在北邊, 我們一路追他們 一路趕路, 一舉兩得 總舵主, 我被他們抓住之時 城王這班時衛簡直欺人太甚 我想騎不白馬行先, 順便打探敵情 這樣也好, 但是四哥你一個人要小心 行了, 幾個小角色, 我文太良一個人可以應付 我先走了, 起 我明明看到他們兩個走進來的 怎麼眨眼就不見了呢? 少林寺? 原來吳京吳郭追到你少林寺 你是甚麼人, 敢亂闖墳門勝地? 在下因為追趕兩個朝廷英犬 誤闖禁地, 驚動大師, 希望大師輸罪 你既然懂武功, 應該知道少林寺是甚麼地方 為甚麼還敢帶刀入寺? 是在下不對, 在下馬上回去 你以為少林寺是茶樓食屎嗎? 任你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你放下兵器, 我就放你出去吧 在下這次來並無惡意 請大師放下, 那天再來向大師輩聚 路一手, 再走了 來, 來得好, 請 停手…大家都是自己人 多利陀行 周老英雄, 原來是你 我們是本治達摩縣上座三僧 小僧袁臂, 她是袁相 這位是袁童, 未請教侍主大名 在下文太內 原來是奔雷守文四 文四哥力敵達摩縣三位長老 我周仲英今晚真是大開眼界 爹 大家來了 乖女兒, 你已經… 恭喜周老英雄就快抱書了 來…正所謂不打不相識 我帶大家去見方丈天空攝氏 好… 金融武俠天地之書欠恩囚錄第三十回 姚秀寧監製曾月娥編導 金融原著陳七改編 主題曲由杜文偉作曲 填詞及主唱 李啟昌編曲 並且由 梁詹詞, 周國鋒, 彭晴, 丁家相 龍天生, 朱萬子, 紅狼石, 車心梅 林有榮, 曾永強, 黃祖南, 葉韻儀 中一鳴, 傅清偉, 蔡浩良, 澤耀輝, 劉雪明, 林一鋒, 詩介強, 何國鴻, 聯合演出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何時開始各走各路途已分清 總是在身邊你我情難應 很重 新型lymp的歌曲有盡量 我希望了解 modern 天一鋒 冰淚輝, 和黃祖南, 井一鋒, 這隻靈端, 文一新細, 萬一一 species 六個湖 英雄, 林一鋒, 黃祖南鱼, 先生一鋒, 雖然一鋒, 詠ší鋒 宮明, 吉喻一鋒, 想吮, 心一鋒與紅的。 文一鋒, 便是有生命 心 心已轻 难理结局谁定 你可知我的梦 于天边远景 你可知我心已死 唯独对书中的命 你可知我的梦 于天边远景 你可知我心已死 唯独对书中的命 你可知我心已死 唯独对书中的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